你现在已经是庄家的人了 我是林家的了 我是林家的了 咱家的 好 第一题 好了 这么快 对 好了 好 计时开始 好 拉着 你也就这样说 你看他 一点细节都不能遗漏 对 注意啊 你看 我还原的好好啊 真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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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注意这个整个的过程 真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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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注意这个整个的过程 我看上去 你是小童也喝了点 好 下一位 我都被他们笑懵了 来 注意他的表演 过去啊 这找啥呢 没了 再一遍 从哪儿冒出来 然后 好 好 接下来请看这六个 我必须说 我必须说 严妮表演得非常好 对 你先盲猜一下 你先盲猜一下 说着 感觉什么东西从哪儿冒出来了 冒出来以后 一些张望 就是那种 就是那种 啥呀就是 安宇觉得是 一只充满希望的乌龟 龟哈 她觉得小童演的是只龟 好 接下来我们给选项了 首先 你看有阳光灿烂 有沐浴起床 瘦脸操 西洋和开花 开花 开花 唯一一个真实的看到 演你表演的小童 你觉得 严妮姐演的是 起床 你瞧 起床 她是 她是站着睡的 开花 开花 好 开花 好 祝贺大家回答正确 演得真的很好 不是 其实她有一个动作 到安宇稍微幅度小了一点 因为小童有准确 就是把嘴张特别大 就 那开的那种感觉 你还留着脸包袱的余地呢 没有 她不是包袱 我以为你是那个 嗯 她没理解你那个 好 第二题 加油 咱还这样 严妮姐来猜一波 你来猜一波怎么样 我猜不住 行 猜不住 那继续演 严妮姐继续演 我来第一个演吧 行 好 这题有难度 有难度 各位请注意 好嘞 好看 好快 来 来 开始表演 计时开始 不能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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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只能对 那重新来吧 没事 开始表演 只能用脸 再来一遍 好 就这样 我爱妍妍儿 我爱妍妍儿 主要是小偷能不能传递回去 来 完美传递 要是我猜 我肯定猜是刘欢老师 你知道吗 好 再一次 好 来 穿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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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刷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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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愤怒 愤怒吗 我猜出来了 你猜出来了 你说什么 举重 小童你觉得是 就是他的答案 真的 举重是吗 举重 你觉得呢 像举重 不是吧 我们来看一下 不像甩牙 我看 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可能 这六个选项里面有举重 来 请看 别气 举重 愤怒 引体向上 锁喉 隐忍 引体向上 引体向上的话 应该是一直这样 但这个是从这样 从下到上的 对 然后最后还有一个细节 是那种 就是 吧 没了重量 举重 但是如果我 把你们引导错的话 你们会把我换走吗 你问对场 你问对场 会把你换走 我爱眼妮姐 我 姐 少喝点吧 祝贺回答正确 好棒 可以 好 可以 好 现在我们有林佳和庄佳 都是两题 那只能有通过 石头剪刀布来决定 谁可以来看线索了 前两位队长 对 澄澄和安宇 石头剪刀布 关锡老师请坐 来 石头剪刀布 石头剪刀布 布 好 赢的是安宇 那第二名就是澄澄 澄澄你现在可以决定 你可以判断在你队伍当中 有没有穿越者 有 你觉得是谁 肯定是有 肯定是有 刚来就要走 你要换吗 你怎么换 雪芹吧 把雪芹换过来 把谁换过去呢 你爸 还是 你爸 你爸 那就你爸 好 好 那现在根据比赛的成绩 安宇可以再去检测一次 有没有穿越者 在你队伍当中 好 好 你去吧 不会还有啊 又 又变老了 又变老了 而且更老了一些 更多了 为什么呢 哈哈哈 你能测误 你能测误